肾对于男人来说,一直是很敏感和自豪的事情。 肾好,在某种程度上,说明男人的战斗率很强,精气旺盛,男性也开始养生,常常会和一些养肾固精的要查。 但是,怎么来辨别你的肾好不好呢? 其实,肾好不好,从平时的一些身体现象上就可以透露出来。 男人沉寂后,若没有这次个表现,说明肾脏很好,不妨你也来自测一下。 一,早起没有浮肿,早晨起来身体没有沉重感,四肢没有势重,手部没有发胀的感觉。 这说明你的肾脏挺好,甚是沥水排毒过滤器官。 当肾脏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工作,那么反应到身体上是轻松的。 当肾脏出现故障,过滤,排水受阻,那么,没有排出的毒酸就会积聚在身体里出现水肿的现象。 此时,就要就因诊治,二晨起小便无浑浊移泡沫,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往往是小便,有血糖方面的问题。 排在便尺的尿也是泡沫很多,血水珠会挂在便尺,流糖较慢。 这时,因为血糖高,糖分大的原因,若你的小便不发黄,清澈,就说明你的肾很好,至少近阶段你的肾是健康的。 三,早起疏头不脱发,经过一整夜的修养生息,人体的能量聪明,往往会面色红软,血毛发油亮等。 若出现早起脱发严重,就说明你的肾脏失弱,肾脏出现问题了。 古代医书记载,肾脂好在发,肾脂处于嫁健康,脱大,发亮晌,头发无光等,都和肾脏回去有很大的关系。 四,早起没有精神违离不正的现象,养精蓄锐,经过一晚上技能调节,早起后的精神状态应该是很好的。 此时仍然处于无精打采的状态,就要看看你的全身功能是否健康。 在排除其他致致性病变的情况下,一般男性早起看到伴侣会有较强的愿望,这是肾脏良好的表现。 反之,可能是肾脏亏虚,肝气受损,导致精神违离,疲劳乏力。 在生活中,男性除了规律的作息时间,还要增加一些帮助摆通顺虚的食物。 枸杞,枸杞不甚是众所周知的,但是坚持的人很好,男性朋友不妨每天上班后,专利把枸杞放被子里,一整天去水就可以,坚持久了,自然精气十足。 神气满满,枸杞中的多糖,有抗衰老,抗重瘤,勤出自由基,抗疲劳,抗辐射和改善渗失的作用,适合长期饮用。 黑五类食物 黑五类食物是不胜的首选,一周可以吃三次以上,黑芝麻,黑米,黑卤等,对神气血损效果很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贴替牛店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